两只老虎之间的殊死搏斗 豹子之间的恩怨勤仇 动物世界中 同类之间的搏斗更加激烈 它们为了领地 食物或者繁殖权利 而展开了生死搏斗 大象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 身高达到3米 重达26吨 这些动物以其温顺而著称 当它身处圈养场时 你可能会觉得和这些温和的生物 没有任何危险 但当你感受到地面震动时 你就会意识到你正在面对的是 两只巨大的野象在进行战斗 鳄鱼是生活在水中的掠食者 以肉类为食并且非常危险 我们将看到鳄鱼之间的残酷攻击 它们会转动并迅速撕咬对方 这时鳄鱼猛咬另一个动物的尾巴 这展示了它们残忍的攻击方式 所以请记住 不要轻易接近野生动物 特别是像鳄鱼这样危险的掠食者 羚羊通常用它们优美的脚 来进行力量比拼和挑战 我们看到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战斗 豹子试图利用两只羚羊之间的竞争 以便于抓住其中一只羚羊 并试图在其中一只的身上扑举 但却在羚羊之间的搏斗中弹了出去 两只豹子之间的激烈战斗 它们在一块大石头的边缘上互相挑战 当它们开始下降时 它们都开始寻找着平衡点 直到其中一只失足掉落 这个战斗真的很危险 你一定不想体验到其中的疼痛和伤害 我们可以看到两只老虎 瞬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它们只是为了一个眼神和一个转身而发生了争执 老虎的身体很笨重 但是在打斗时却非常灵活和协调 刀光剑影 瞬间激烈的对抗令人目不暇接 打斗时它们的动作也非常的一致 这些野生动物的真实画面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动物世界的残酷和野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